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我是Danny 歡迎收看Danman826頻道 今天這集的Let's go 日本的京都邊是和大家 酒店開箱的 我今次住這間小小的日式塔塔米的溫泉酒店 酒店地點都算適中 由JR的京都車站走過來只需要大約7分鐘 觀眾朋友都喜歡收看旅遊飲食生活資訊片的話 就快點按我Daman826頻道的訂閱和鈴鐺 全部都是用心製作真人真情分享 多謝你們每一位的支持 因為酒店的地面全部都是鋪了塔塔米 所以進入酒店的時候要脫鞋放入鞋櫃 酒店大堂也提供了免費的咖啡 可以拿回上房間喝 前台的服務員都可以用英語和客人溝通 可能有看我在京都直播的觀眾都知道我這間酒店 有什麼特別的我也跟大家分享過 今天詳細跟大家介紹 我就覺得性價比很高 它的名字叫玉叔野奶 名字有點長的 英文名字 我把這些所有的資訊都放在影片資訊欄 大家可以去參考 我在一些香港的旅遊網站上訂購 今次住是11月22日住兩晚 不包早餐的價錢 連同稅項是港幣740元一晚 我覺得性價比高 如果你想吃完早餐 可以另外加錢 我第二天早上也會去試一下早餐 現在跟大家做一個room tour 酒店房間不算是很大間 我這間是一個Queen Size Backroom 全家酒店都是塔塔米形式 由一進來酒店戴行就要脫鞋 然後放鞋在鞋櫃下面 然後才上來不可以穿鞋上來 因為全家酒店都鋪了塔塔米 包括房間 那張床也是很低的地方 但不是真正躺在地上那一隻 這張床也不錯舒服的 是帶點硬身的 不是很軟的那一隻 如果你喜歡躺硬的床 這張就剛剛好完美了 床的旁邊有一張日式沙發 又是塔塔米一樣 有兩個的cushion 有張茶几在前面 前面有一張長的桌子 都可以小小當作工作桌子 有一部大的電視 是Panasonic的 另外那邊就是窗 現在過去看看 其實窗這邊 都好像做到和式的設計 有一部窗門 其實窗開就是窗 可以看到外面 不過沒有什麼景 不過整間房的設計 都令人覺得很舒服 很柔和的顏色 很日系 很適合在京都住這類型的酒店 在大門一進來的地方 就是有一個掛山的地方 算是衣櫃但沒有門 下面可以擺行李 上面有一個架可以擺行李 因為擺行李的地方不太多 因為房裡沒有什麼櫃桶 是缺費的櫃桶 如果在書桌上可以加幾個櫃桶 讓人擺行李就OK 因為我不喜歡堆穿東西在桌面 而且要堆穿東西在桌面 這裡就是外面的地方 是一個洗手盆的地方 現在所有用品 例如牙刷、梳、頭箍、棉花棒 都不會放在房裡 全部放在樓下大堂 要用的時候就去拿 比較環保一點 有時候放在房裡 不用的時候 可能要清理的時候 又丟掉也不一定 下面有雪櫃 有兩瓶的水 還有兩瓶很特別的 是有綠茶味的水 免費供應的 有杯、茶壺都可以煲茶 湯門這裏就是浴室和馬桶的地方 這是日式免治馬桶 另外這邊 臨浴間也挺寬敞 挺大的 有手持式的花灑 還有一個位置可以坐在這裡 如果你經常累 不想站在這裡洗澡 可以坐在這裡洗澡 這個也不錯 水力都OK 我昨晚已經試了 不喜歡坐在沙發 又可以坐下踏踏米 感受一下日式和式的氣氛 要贊一下 這間酒店房子 有很多USB插頭 床頭每邊有兩個 另外書桌那邊有一個 總共有五個插頭 要充電很多的電話、相機 都不用搶了 只要你帶充電線來就可以了 亦有一個小型的保險箱 可以放貴重物品 除了有溫泉設備之外 其他設施都不錯 有時候你來日本很多天 又不想帶那麼多衣服、內衣服來 想洗衣服 這裏都有一個自動入錢的洗衣房 也不貴 因為我記得在新加坡 我試過洗衣服 上次挺貴的 差不多要20元波子一次 即是百多元 這裏就是20分鐘的洗衣機 即是100日圓 即是6元也不用 乾衣機也是一樣 比較經濟實惠 還有在下面大堂洗衣房旁 都放了一個微波爐 如果你在便利店買了要叮熱的食物 不想在便利店叮熱 拿到回來才叮熱 立即拿上來吃 都可以在酒店有一個麥克風 借給你用 酒店也有自動販賣機售賣飲品 不過靜靜地告訴大家 我在酒店附近找到一些 100日圓的自動販賣機售賣飲品 便宜很多 整體來說 我都相當滿意這間酒店房 和酒店的設施 早餐呢 其實你可以來到才付錢 每個位置是2800日圓 當然如果你預訂酒店的時候 去包賣的話 你也可以選擇 但我不選擇的原因 就是我不想兩天都吃早餐 因為今早很早就出門口了 都沒什麼時間慢慢輕鬆地去享受 因為我知道這間酒店早餐也不錯 好像說有魚生飯吃 任理不的魚子 明天看看 再跟大家分享 現在就下滿衣服 下去浸溫泉 吃宵夜 宵夜有拉麵 還有汽水喝 不過我自己也買了一些 蛋糕回來做宵夜 你知道來到日本 看到那些蛋糕 不買都不行 所以也有蛋糕宵夜 酒店是位於京都七條的大街 走幾步很方便便會找到 Lawson和七仔便利店 酒店附近也有幾間不同的餐廳食肆 走幾分鐘到京都鐵塔和京都車站附近 更多賺食的地方 京都車站有一條拉麵小路 有很多不同的拉麵店 車站下面的地下街 也有很多的餐廳選擇 現在打算去酒店的大浴場 給我一個藤纜 裡面要戴房間的毛巾 這裡有一套很特別的 有一條褲子 衣服 又不像平常用的浴袍 挺特別的裝束 去浸泡大浴場之後 就去吃拉麵 因為也有免費的拉麵宵夜 酒店的溫泉大浴場叫做蓮花之湯 蓮花之湯是用天然的簡性溫泉水 裡面的地方都很大 藍湯有大概七個不同的溫泉浸浴 外面還有一個休息室 等大家浸完浴後 可以坐在這裡休息一下 看看電視 喝杯水 還可以吃一支雪條 這些都是免費的 最棒的是 還有幾張電動按摩椅 給大家免費使用 嘩,真是好舒服 每晚的9點半到11點 酒店餐廳會提供免費拉麵做宵夜 還有免費飲品 讓我按一杯可樂 雖然都是一碗簡簡單單的拉麵 不知為何在這裡吃 特別覺得有風味 特別滋味道 然後還拿著脆皮雪條 回酒店房一邊看電視 一邊慢慢彈 大家早晨 哇,外面好像陽光普照 開個窗來看看 哇,今天終於有陽光了 因為昨天下了整天雨 非常棒 現在就準備去吃早餐了 是一個和式的自助早餐 我只是今天買了它的早餐 2800日圓一位 我們現在下去看看 自助區的食物 樣樣都好吸引 真的什麼都想吃 還有即炸的天婦羅 以早餐來說 選擇真的非常之多 還有這個任食的魚生刺身丹 還有大大粒的魚子任理筆 哇,我現在剪片看這碗魚生丹 都流口水 魚生刺身很新鮮 粒帶子又夠大粒 它就沒有特別限時 不過吃飽就不要妨礙別人的桌子 下集的Let's go 日本 第一部分會去京都的河原丁shopping 也會和大家去錦市場 看看現在的現況 離開京都之前 都要去鴨村打個卡 拍照 還去吃了一碗我連湯都喝的拉麵 真的好正 去到大阪 會和大家開箱我這幾晚住的 深齋橋日航酒店 當然要去深齋橋和到頓骨 看看有什麼好吃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下一集的Let's go 日本大阪京都篇 這次在京都和式酒店 預宿夜奶 我就很滿意了 下一次再來京都 或者去其他日本城市 都可能找去同一集團的酒店試試 不過這間 真的比較新鮮 因為是去年才開的 全部都覺得很滿意 性價比高 尤其是我給700多元的價錢 不過我相信旺季 或者遲些多些遊客來的時候 價錢可能會上升一些 聽說現在日本的酒店 都開始越來越貴了 Anyway 如果我住長些時間 我都可以的 不過今天就要check out 現在出去逛逛之後 就會去大阪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記得給個like 和share影片給朋友 還未訂閱我DAMMAN826頻道的話 記得按訂閱和鈴鐺 有新片出的時候 你就不會錯過 還可以follow我Facebook IG 記得特別優惠資訊 即時update 是會和大家分享的 拜拜 下條影片再見